有沒有覺得今天這個看起來 樣子很不一樣 應該從我的鏡片裡面就可以看到 很特別的樣子了吧 對因為最近 因為要出國你看 沒有打燈根 這是一個新的打燈用的 因為我想說我煮菜啊 或者是出國的時候可以用吃果 然後這個呢 很簡單它是夾在相機上 它就可以自己打燈了 但是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 最近收到一個很特別的小禮物 這個禮物呢 看一下 它呢 它是跟我很愛的那個 LED燈是一樣的 但是它比較特別的是 它呢 它是一個可以控制的LED燈泡 然後順便它也是一顆 拉把 它是一個可以藍牙控制的喇叭 那一般呢 像這種燈泡啊 它只要直接就是 等一下 它是直接就是可以裝在 你只要家裡面的所有的燈管啊 這些燈泡這些有可以插的東西都可以裝 那如果說你家裡的東西已經滿了 它有附一個這個 這個 這個啦 這個 它是 就是只要插插頭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去找到一個燈泡的那個 接口 好 那我再把它 等一下 重新裝完以後呢 看我電視後面 這裡剛好有一顆插頭 可以讓我來試試看 這樣一插下去 因為它是它有開關啊 你一般的話是可以當夜燈用 但是不要小看它 它是LED燈泡 好 然後我現在把它用電視蓋住 因為我想要讓它變成是我 這樣看電視的時候 它電視後面的燈 那我們怎麼去控制它呢 呃 我手機剛好下載那個 它的APP 這個 接了 這個APP 好 我把它點進去 它就會出現一個 欸等一下 出現一個 攝像環 好 各位有看到後面的燈泡嗎 那我只要去移動它 你看 它變色 紫色 綠色 藍綠色 藍色 有沒有 你可以自行去控制 而且它裡面還有那個 你可以定時 自己去設定它的時間 然後才關掉 其實蠻好用的 它算是一個夜燈的方式 然後它也可以放歌 但是呢 這樣在這裡放 我覺得還好 我想要測試一下 我 因為我是用Mac 我用我的電腦 直接連結它的藍芽 這一顆 喔已經連線了 好 那我們就 測試一下 好 我們就用 911的歌 好 我現在把它放到最大聲 有嗎 有嗎 有聽到嗎 比電視還大聲欸 有沒有 從這邊出來 然後我們再 退遠一點 我們退遠一點 來聽它的 它的那個音質好不好 滿大聲的喔 不錯欸 對啊 這個呢 這個呢 其實我覺得還滿適合我用的 因為 我常常在廚房裡面啊 就是 會 喔幹 好大聲啊 太大聲了 它的喇叭其實 效果滿好的 然後 我覺得滿適合 就是我常常煮飯的時候用 所以我覺得 收到這個禮物 我還滿喜歡的 然後 然後 接下來這個 這個是我一看到 就想買的東西 因為 我常常在房間直播 你看我房間如果直播 平常是這樣子 它沒有什麼 就是 唯一的好處是 它不會 太見光死 所以我的皮膚不會看起來 就是 太明顯怎樣 只是 多這個燈 其實 它還滿萬用的 而且它按住啊 它可以控制它的 你看 越來越弱 小燈光就好 然後 它這邊有一個鏡子 可以讓你照鏡子 然後 它是一個夾子 它可以像 這樣 好 等一下喔 拿兩支手機示範 它可以這樣夾住 你看 嗨齁 你看 自拍內 對 對不對 它是一個 我覺得還滿好用的 因為 對我們常常會在 室內直播 或者是 呃 吃飯直播的時候 都比較 都很容易用到 這一個東西 因為 很需要打燈啊 然後我廚房那邊的話 我常常發現 我在煮菜的時候 都是 沒什麼燈的 對 所以這樣子用的話 其實 不錯 不錯 嗯 好 我把它裝回來 這樣子比較爽 Uber 然後你如果想要 見光死一點 讓它亮一點 好 暗一點 這樣比較 這樣比較不會 不會讓 年紀大的那個 破綻露出來 對 而且 平常坐在這邊 我這一次去日本 我會帶它去 那個 試試看就是 它的 效果怎麼樣 對 那如果真的還不錯的話 其實 真的就還滿 就很值得 推薦這一個東西 好用啊 真的好用 OK 好 對了 我 因為 這是我 我朋友送我的禮物 所以 還是謝謝你 嗯